好挑逸啊 好美啊 大家好 我叫廖志 在十二年前呢 我是一名幼儿舞蹈老师 现在我是一名创业者 也是短视频的博主 厉害 创业者还是博主啊 你很爱笑啊 笑容特别的灿烂 谢谢 谢谢 但是我看到 其实你身体还是有一些 精力了 对 其实我的双腿呢 是在十二年前 零八年的汶川大地震 我是被埋在这个废墟当中 将近三十个小时 一个人在黑暗中 对 三十个小时 也不算是一个人 我觉得要是一个人的话 我可能挺不过去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二十三岁嘛 地震发生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人 一直在外面陪着我 就是我爸爸 他从地震发生之后 大概一个多小时 就在废墟外面叫我 我当时听到他声音 最开始没有很多感觉 我就觉得 我肯定死定了 因为我在里面 埋着的环境是 非常恶劣的 我们家在差不多四楼 这个位置 三楼半到四楼之间 但整个楼 踏下去的时候 只有半层楼那么高 我能听到 我周围有很多人的声音 但我也看不着 然后我听到外面 有营救的人了之后 我也感觉离他们 特别遥远 我爸爸来叫我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回应了他 我以为很快就会被救出去 但是就当十几个小时以后 我就觉得很希望 很渺茫了 然后那个时候 身体和心都很疼 我就不想再坚持了 所以中途有段时间 我是不再回应外界的 我一直叫一声 因为我听到他的声音 从很大声到嘶哑 这个过程我听得很清楚 但我一直没有回应 我想他肯定会走的 他以为我不在了 他为什么还要在外面 但是我爸爸就一直没走 那个感觉就特别让我难受 我就觉得 我就想要安静地离开 但他就不让我离开 我又觉得 我听着他的声音 我又没有办法 真的说 闭上眼睛 等待死亡的来临 在这种拉锯当中 后来也是因为 有一次余震 我爸爸就摔倒了 就我听见他 整个人摔在地上 那个声音 然后我就听见 外边有人来拉他 就说你女儿肯定不在了 就是那一瞬间 我就觉得我受不了了 其实地震发生到那一刻 我觉得我害怕得 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但是那一刻 我就觉得我突然间 那个眼泪不知道为什么 就流下来 也是从那一刻 我才觉得心里有了一种 动力 就是说 我很想活着出去见见他 所以当这个废墟被扒开 你被营救上来的时候 心中惦念的都是 我要见见我的亲人 对 我当时被救出来 那一瞬间 我看到我爸爸 我都不认识他了 他就那么 二十几个三十个小时 他整个头发就长长了 胡子也长出来 穿着一个红色的棉袄 站在那儿 我真的一下子都没认出来 就在那一刻就觉得 我很想 就是为了他的这份坚持 我很想好好活下去 人是救出来了 但就一起 每天下午六点 中午十二点 就一起搞一些 什么联欢晚会啊 什么的 当时好像真的 大家都没有 在特别的哀悼当中 大家还是想着 比起那些 在灾难当中遇难的人 我们真的是很幸运了 心态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后来也是因为 有一群志愿者来看我 然后他们当时是 做一个世界小姐的 总决赛 就说你 我们正好下个月有决赛 你愿不愿意上去表演 然后他们也很鼓励我 就说你要是愿意 我们会想办法的 那你去了吗 就去了 然后再截至 就是刚刚两个月那一天 七月十四号 我就又一次上台跳舞 就在一个大鼓上 特别大一个鼓 我跪在上边 也跳了一个鼓舞 特别感动 因为这说实话 就是我第一次 就这么近的距离 跟这个汶川的幸存者 真的是从废墟里面 出来幸存者交流 当时我心里想到一个词 叫凤凰涅槃 就我真的是觉得 就是一只美丽的凤凰 就是浴火重生 然后一下子变得更加精彩 所以我觉得她的这种美是 无可比拟的 真的是 背后我相信 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 辛苦的锻炼 对 最早练甲枝的时候 其实也有过 很挣扎的时光 就不想看到甲枝 有天早上我起来 他们都出去买菜了 然后我家里面 也没有任何人在 我就特别想上厕所 看到那个甲枝 我赶紧装上它 但非常的生疏 所以我就穿着它 跌跌撞撞扶着墙 走进洗手间 当时一踩 就整个人趴搭就倒了 然后我当时起来的时候 旁边不是有个洗手 抬一个镜子 我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 觉得很丑 很颓废 很没有希望 然后那天 我就想 廖迟你到底要过一个 什么样的生活 这么卑微的 还是你想 昂首挺胸站起来 面对自己的人生 所以那天真的是 可能我人生 一个很大的转折 所以终于有一天 其实穿上你的甲枝 你可以自由地行走 可以自由地跳舞 可以自由地迎接 生活的每一天 自由地感觉很好 而且遇到了你的老公 你们是在什么场合遇到 他一定是你的粉丝吧 不是不是 他认识我之前 其实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我 我以前的甲枝 是不能穿高跟鞋的 我想换一个 可以穿高跟鞋的甲枝 就在他工作的地方认识了 那穿高跟鞋 是不是比平底的 要更辛苦一点 对 他会更需要你抓那个 力量 那个平衡 所以是在 做甲枝 装甲枝的过程中认识的 他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 对 他就是我的甲枝工程师 太浪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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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老说 就是爱情会给你爱的人 插上一双翅膀 他真的给了他一双脚 这个太浪漫了 他给了我好多双 七八双脚了 老公反正今天来了 我都着急想听听你们爱情故事 老公也请上来吧 好的 好吗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来 有请我们廖季的先生 有请 这男生太不一样了 人家军女生都是送包送鞋 你送脚 送包送什么我也不懂 我只了解甲枝 小叶老师带头鼓掌 谢谢 就是爱情美好的样子是吧 都不用说什么 我们就感到了这个 满场浓浓的这种爱情的味道 说说第一眼看到廖季的感觉吧 那天她是和她妈妈一起来公司的 我老爷从窗看到她们 我想说 这个舞蹈老师走路走得挺棒的 看不出来是穿甲枝的 我估计你心想 这个舞蹈老师长得好漂亮 那个时候我就低着头 帮她再做甲枝了 对 就也不敢对视 为啥不敢对视 因为看到太好看了 就不好意思了 一见钟情 对 一见钟情 好浪漫 真的浪漫 咱们一般都是谈恋爱 谈到快要求婚的时候 男生才会哭灯跪在你眼前 这第一次见面就跪在她眼前了 肯定是 为了给她一首美丽的奖 对啊 后来真的有印象是 有一次她帮我坐腿的时候呢 她就弄了一根绳子 绑在她的腿上 另外一边绳子绑在我那个甲枝 那个硅胶套的那个锁上 刚好我们坐在窗边 有一个阳光就射在那个绳子上 我当时突然就觉得 那个画面很美 我就偷偷拿手机 出来拍了那个照片 然后我就有一种感觉 这个人是不是跟我有点什么关系 千里一元红线签 对 人家其实还没向你表白的时候 你也心里方心暗许了 对 那什么时候表明的态度 就是我喜欢你 想和你在一起 其实我内心很早就知道了 对 可是我比较谨慎 所以我没有很早地 就说出这样的话 后来是过了几个月 一次约她一起去吃火锅 然后那天吃火锅 她吃到快结束了 她突然就说 我可以正式邀请你做我的女朋友吗 就很正式 我说啊 我还在笑 然后她就说 你不用看我的脸 因为你从我脸上看不出来什么的 你要想知道我是不是真心的 你就摸我心跳 她就把我手帮过去 摸她的心跳 现在的心跳是不是和当时一样 现在应该淡定一点 当时更快 我当时说 心跳好快 胸肌好结实 然后就 人生好不好 所以啊 这个你看她闷不作声的 心里是波涛汹涌的 我听说你们现在也 生了两个可爱的宝宝了 男生女生啊 大的是女孩 然后小的是儿子 儿女双全 真好 儿女双全 照片咱看看啊 女儿跟儿子 跟我妈妈 就我们一起游泳 洗澡 好幸福的一家人啊 真好 阿姨 廖汁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呀 除了美貌 那美貌肯定是第一了 你也挺实在的 还有就是她眼睛里面的是有光的 我本身是平时是没有什么面部表情 对 所以遇见这样的人 眼睛是发光的 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吸引力 对 觉得这个是 真的可以两个人走在一起去做一些 心里面特别舒服的事情 我知道你们后来还是合作做了很多事情的是吗 不光是合作成立了个家庭 生了两个漂亮可爱的宝宝 对 我们从认识以后 基本上每一年都会组织一些共荣的活动 就是一些身体有障碍像我一样装甲脂的朋友 然后跟他们的家人啊朋友和一些其他的志愿者一起去 我们做过保龄球的活动 做过舞蹈 我会教他们跳舞 然后还做过健身房和康复中心 因为我自己可能因为有他的陪伴 所以我很少会觉得自己跟别的人有什么差异 但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节肢的朋友 他们的状态不是这么好 他们可能周围的环境也没有这么地支持他们和接纳他们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在街上会碰到各式各样的眼神 看到大家会来问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好可怜 反而他们不敢表露最真实的自己 不敢自己走上街头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融合的活动 让没有节肢的人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 认识到身杖的朋友 他们知道他们有特殊的需求 可是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 他们有自己的梦想 他们每一天生活会碰到生活的一些问题跟麻烦 跟其他人是一模一样的 就希望可以让大家真的活在一个更融合的社会里面 对 我知道今天来两位是带着幸福心愿的 我们就请漂亮的妻子 请廖志来输出幸福心愿吧 那有请 我们的幸福心愿是 希望可以筹办一次融合的幸福厨房聚会 好 来 请回来 需要做饭吗 是是是 我们 其实我们彼此 我们在做工作室的过程当中 发现我们所服务的群体 他们 彼此之间是不认识的 可能他们生活当中 只有自己是节肢的 然后亲朋好友周围也没有 所以有一些很私密的感受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相遇的时候 可以说出这些很私密的 比如说你用了什么药膏可以止汗呀 你怎么用可以让皮肤有时候长疹子可以消除它 就是会有很多的共同的话题 所以我们就想可以一起做饭 这样子的话 把家庭也带进来 把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带进来 他们也可以听到 你平常在家庭当中 可能没有机会讲的一些你心里的感受 觉得特别好的这个创意 一起做饭 尝尝饭菜的酸甜苦辣 说说心中的五味杂成 挺美好的 来听听我们幸福包团团的成员们 会带给你们怎样的帮助 来有请各位 你好 廖志 我们是那个北京日期想要甲汁 在北京 我觉得你这个梦想 在北京这边 我们完全可以 能配合你二位的这个心愿 把它做好 太好了 谢谢 另外呢 我代表我们那个 北京日期想甲汁助力一千元 谢谢 谢谢 这北京分会常有了 说一下 我跟我先生 我们做了一家叫做 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 我们就是专门面向 三到十七岁的宝宝 去提供体能和篮球这样的课程 所以我很希望 未来在你们的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在学习使用甲汁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 这些身体训练方面的助力 我也很希望能够 未来跟你们多多合作 让你们这些 穿着你们的甲汁的小朋友们 就像你一样 那么精彩 那么美好 谢谢 感谢来到我们新布莱敲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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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